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星期五也算是六月的最后一天 从明天开始将会进入今年下半年的第一天 也就是七月一号了 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在七月份的这个国庆大节 那么到底气候是如何是否能够如期的举行 所谓的这个放烟火或是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 那么根据气象局表示呢 在下个星期三之后将会有显著的下雨或是雷阵雨的机会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在七月四号的当天 休斯顿大都会地区可能会看到下雨的情形 在这边特别提醒听众朋友 如果届时您有特别的户外活动或计划的话 一定要留意天后的变化 那么在今天最高气温是将近华氏100度 华氏99度最低气温也是华氏80度 那么这样子形态的天气将会持续整个weekend 下雨的机会微乎其微 不过就像美军刚才所说 进入下个星期的后半段 下雨的机会将会看到明显的增多了 好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那么这则消息也是相信对所有居住在休斯顿的华人 真是胆战心惊 那么在6月24号的时候呢 休斯顿中国城靠近就是9200号 Bill Wood的地方发生了这名57岁福建籍男子郑学龄 午夜下班回家的时候遭到埋伏在附近的两名黑人男子持枪行抢 那么行抢的时候呢 歹徒朝郑学龄先生连开6枪 并且竖枪击中在他的要害和手背 经过送往医学中心的Benta医院抢救 三天手术之后 现在已经顺利的取出子弹 伤口已经缝合但是他仍然没有脱离险境 那么他的凶险警方已经逮捕是昆西Harold 现在正在Harris County的监牢当中 这个噩耗传出之后呢 福建同乡会会长及号召老乡以及桥舍热心工艺人士 28号中午去前往镇宅探视 那么除了他之外 还有许多应该算是休斯顿的侨领 也都纷纷的探视他的家人 并且给予金钱的帮助 在这边我们也希望 富有极大爱心的华人同胞 我们的社区 能够重视这件事情 并且能够真的是帮助郑学林先生 因为他是一家五口的唯一的 这个是breadwinner 就是赚钱的爸爸 那么有三个幼子 并且还要照顾年纪非常大 而且生病的老母 那么住在一个公寓当中 和他另外一个餐馆的伙伴 为了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开销 所以说家境并不是十分的富裕 三个孩子还年幼 正在上学的年纪 那么现在爸爸 应该是有好一阵子都无法工作了 因此相信如果在休斯顿的 华裔同胞们能够慷慨解囊 能够帮助这个家庭 在这一个非常让人惊愕的 这个悲剧当中 至少大家能够伸出援手来帮助他 那么讲到在休斯顿中国城附近的 这些抢案 通常可以看到的呢 都是以华裔为主 或是亚裔为主 那么在过去两个月 在West Chess和Woochase Village Point的地方呢 警方的记录中就有131个抢案 所以说在这边要提醒 居住在China Town附近的亚裔们 要特别的留意 尤其是当您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是否有人在旁边跟踪 或是各式各样的这个计划抢劫等等 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 在West Chess和这个中国城附近呢 有200个持线行抢 到2020年更是增加了236件 那么在去年导致下降了到165件 总之仍然是太多 所以不容大家的忽视 或许华裔要特别的团结 学习怎么样自慰 或是怎么样的能够留心周围的环境 好另外我们看一下 这是来自德州东边的消息 那么昨天晚上有这个褐色警报 因为在Ethan Texas 这个是位在Tiler Texas 东边36英里的地方 警方表示有一对姐妹花 宣告失踪 年纪只有11岁和14岁 现在警方表示 若是有他两人的消息 立刻和9036755128联络 好再来看一下 这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 于Night Club叫Tijuana Night Club 一名男子 因为可能是在行抢的时候呢 朝另外一名男子开枪 结果榴弹伤到了这名女子的后背 令他到现在是属于半身瘫痪的情形 而昨天法官给了这一名男子 八年的有期徒刑 而这名男子叫David Castillon 他当时开枪犯案的时候 原来他是在两年的一个假释期间 所以呢又再度犯案 并且警方表示他和去年的一个持谢刑抢 也是其中的嫌犯之一 那么昨天法庭裁判他为有罪 但是只给他了八年有期徒刑 不过在这边最主要又可以看到 即使得到了八年有期徒刑 当时若是没有给他假释的话 可能这个案子也不会发生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也是发生在昨天法院的这个大陪审团 经过讨论之后呢 决定不将这个饶舌歌手Travis Scott 在将近两年前发生在休斯顿的这个Astrodome 他所举行的Astroworld Festival 造成10人被践踏而死 不对他采取任何的criminal investigation 或是罪犯的调查 那么Grand Jury大陪审团呢 主要之所以有这样子的决定 是表示他们必须证实Travis Scott 或是主办单位 明明知道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但是却是故意的来进行当时的舞台设计 或是演唱会 而造成10人不幸丧命 由于整个过程调查过程十分的冗长 那么牵扯的因素也很多 大陪审团表示没有办法 针对是哪一个团体或是哪一个人 要完全负全责而造成这一次的悲剧 而也不将此案作为是罪犯的criminal 这个行为来做调查 那么当然这个消息在昨天出炉之后呢 Travis Scott以及他的律师都十分的高兴 不过他们还有这个民事的诉讼案 还要待解决 那么倒是这些受害者的家人 都觉得十分的不公平 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家人 因为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而且没有得到公正的正义 因此呢 他们倒是非常的不满 好的 期间听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 星期五和weekend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